完美魔法寶一定可以为你打造美的城堡 在这节节目当中呢 我们的变身model 我们的Ariel呢已经就有变身位置 哇哦是一个非常可爱的小女生呢 而且是ABC哦 所以呢她的中文呢有一点点不是很好 大家多多的体谅 可是呢她是很有心 想要来当一个称职的伴娘的对不对 对 是不是现在觉得很exciting yes 哦好那接下来要欢迎到这一位想当当的人物呢 可是不得了的 她的这个造型彩妆教学经验呢 还有她个人的这个彩妆的照应呢 已经有16年以上的功夫了 哇每次呢before and after呢 她帮人家呢塑造这个美的形象 整个让我觉得说叹为观止 我们的Novela彩妆造型的工作室的Ariel老师 欢迎 耶 Ariel老师大家好 我是Ariel老师 是那Ariel老师我们今天的这个model Ariel你觉得我们要怎么样来修饰呢 哦Ariel她本身就已经很漂亮了 只是有一点点小痘痘 哦这里对不对 额头这里 好像很多的眼睛 我们会用我们Novela的那个魔术粉底呢 来帮她整个遮瑕 哦遮瑕很重要 这些小痘痘 尤其我们这个女生哦 就是青春期的时候真的会长一些小痘痘 首先我们要开始来帮她遮瑕咯 嗯 拉玛不会说跑到前面来 哇好神奇哦 魔术贴 柜老师你的格西真的是很多耶 很齐全耶 而且都是最流行的 魔术贴 哇 好 然后我们接下来用的也是一样 我们Novela的魔术粉底 讲到这个魔术呢 真的是感觉真的有魔术的感觉 每一次用我都觉得超神奇的 诶 这个是什么颜色的 哦 比较浅色系的 嗯哼 所以我们不是从修容开始 我们是先打这个T字部位开始咯 对我们在我们的粉底的时候 就开始把我们的轮廓给呈现出来 嗯 所以这个眉毛的部分也要打到是不是 对 哦 眉毛的部分也是要打到这个 那T字部位呢要比较白 要比较白 对 比较比较立体 对可以呈现我们的立体感 而且她的脸其实蛮小的 就不需要等一下 可能就不需要再把脸修得 多么多么的小 对就在我们的粉底里面做一个修饰就可以了 嗯 好 现在是打T字部位 打完了 那么接下来就是接近我们肤色的 对 接近肤色 打在脸颊的部位 对 它真的会有一些豆疤耶 对而且它有一点点小晒斑 哦晒斑 所以我们要常常是不是应该要注意防晒啊 嗯 尤其夏天呢 我们的防晒一定要做得很好 对啊 所以她现在要去当伴娘 讲到当伴娘 因为 艾米兰老师呢是非常有经验 16年耶 真的各个大小场子全部都看过了 对啊 那你有没有遇过这种很就是让你觉得印象最深刻的伴娘是什么样的装扮 呃有的伴娘呢她就很帮忙新娘咯 大小事都是她们在打理 是 那有的呢可能就只顾自己本身的漂亮 帮到新娘了 有这么恶劣的哦 还是会 所以我们在当伴娘的时候一定要就是 呃小心谨慎一点 帮助新娘子 对 你是第一次当伴娘吗是不是 是 对 所以特别的觉得exciting right 嗯哼 我们就轻轻的用海棉呢把它压上去 轻轻的用海棉 对 按压式的方式 大家刚刚也看到吼 我们只用薄薄的一层 薄薄的一层 诶 皮肤真的变好了耶 对 整个是薄薄的一层上去而已 差好多哦 之前的皮肤真的是有很多这个奥妇 那我们这个发剂呢 还有耳朵耳背啊 然后整个都需要上到粉底 focus 发剂跟耳背全部都需要上到粉底 对啊还有脖子的部分 脖子最好可以上这个下来一点就不会 觉得肤色差了很多嘛对不对 对 这个旁边呢整个都要上到 旁边整个都要上到 对 那我去看一下 而且上次Amy丸老师呢 也帮我们带来这个魔术粉底 也是特别介绍说 就是特别这个 日本做的是不是 在原装进口 原装进口的 原装进口的对 那么是在诺贝拉工作室呢 都可以这个买得到 是 嗯太好了 因为要找一个好的粉底呢 像是我觉得彩妆的部分就是 你用到好的就不需要一直换 可是保养品的部分可能是 依照不同的肤质 还有当时这个季节的情况可以换 可是彩妆呢就是真的 你用到好的你就可以一直用下去 就觉得得心应手啊 在它这个痘痘的地方呢 我们可以特别用手指 这瓶是遮瑕的吗 这是我们的魔术粉底 也是魔术粉底 是比较深色的魔术粉底 对 嗯 嗯 对这是 用手稍微把它按压一下 按压一下 对 所以我们是遮一层就够了吗 对 其实我们用同色系来遮的话 效果会更好 同色系 就比如说 你在T字部位的话 的痘痘你就要用T字部位浅色系的 来遮 那我们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就可以用 比较深色 你刚刚另外的一个 我们的肤色系的来遮 肤色系的来遮 苹果光蜜粉 上次呢也有讲到这个苹果光蜜粉呢 是非常细的这个材质喔 所以一打开来之后呢 嗯 一打上脸部之后 就会非常的透亮 对 那利用它的光线 可以让我们的皮肤感觉 更有光泽度喔 嗯 Oh my god 哇 而且它是在近看的时候 你会觉得一闪一闪的 是低调的亮 近看 真的有一闪一闪的 真的是很亮 而且远看应该也蛮漂亮的 蛮自然的齁 对 肤色的眼影 对 把它打上来 嗯 打在我们的整个眉骨 来 帮你拿着 我们用这个肤色的眼影 打在眉骨 因为今天我们的小伴娘呢 她的衣服 选的是紫色系 对… 她选的是紫色系的 所以 但是因为是伴娘的话 所以我们会画的比较自然一点 不要太重 下手千万不要太重 一般如果是新娘的话 可能那个纸就是粉嫩一点的纸 粉嫩一点的 比较可爱一点的 对… 那我们伴娘的话 我们可能就可以 就是比较自然一点 但是在我们的下眼部的时候 可以加一点点色 那有一点点小烟熏的感觉 一点点 这个是有点咖啡色还是黑色 黑色 黑色 这是有点黑色 而且不带亮的黑色 对… 所以刚才呢 我们选了紫色 两个不同的紫色 深浅不一 然后现在带一点这个 比较眼线 已经差不多画到眼线的这个 黑色 然后现在再补一下一点 亮光的紫色 对… 这次喜远的这种是防水的吗 这个是超防水的 防水的 因为 我们可能在婚礼当天太感动了 对… 就哭了 贴在眼尾 对不对 对… 好 贴在眼尾的部分 眼尾的部分 就好了 前面就不用了 看起来比较自然一点 眼头就好了 让它有连贯的感觉 这时候是要用夹子是不是 是 focus 手的话可能会 可能手一抖就不好控制了 比较不好控制 加一点点小烟熏 好可爱喔 好有气色喔 你看这样子一边一半边的脸 然后这半边的人来比较一下 这是我们新娘旁边的伴娘的妆容 那这节节目当中呢 我们要稍作休息一下 等一下呢 我们艾美丸老师呢 会这个亲自的呢 帮我们Ariel呢 来选择这个伴娘服 然后呢 帮她来这个做一下头发 接下来打扮一下 搭配一下我们的饰品 搭配饰品 不要走开 马上回来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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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